嗯,哈喽大家好,我是紫色水离子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场比赛是 绝合科的31期 然后由NCCC也是现在世界天地第一人了 都不是国服天地第一人了 分相当之高 然后这场比赛操刀使用者是一场 就是操刀英雄是小娜家 然后小娜家的英雄 大家一直都是很头疼的英雄 也是让离子很反感的英雄 为什么 因为小娜家经常容易打出防控局 所以说是离子相当反感的英雄 但是既然想做绝合科全系列 肯定这个英雄还是得做的 然后这场比赛选择是SCC SCCC相信一些常看直播的玩家 可以知道他的小娜家 哎呦,这个蓝蓝一插三好屌 但是没控制了,没后续控制了 小娜家空到一个服 他的中单小娜家应该是现在国服的一绝 让我们再来看小娜家的英雄 到底应该怎么打 娜家的英雄顾名思义 然后膀胱荣耀 带球王者 他是带球能力很强 而且小娜家初始护甲非常高 6点加 然后是一个前期中单基本上不怕太多人 属性比较好 呃,护甲高 移动速度快 基本属于特别完美的英雄 这边小娜家也是利用 就是利用幻象 一级加了幻象 直接选择幻象补刀 中单小娜家网不用加太早的 一般因为小娜家这英雄 配合游走击杀能力相当之弱 没有什么太强的伤害技能 而且没有远程耗血技能 所以说 呃,前击击杀人 基本不太现实 中路还是以护肥为主 娜家姐妹 打后期就没怕过谁 这边Od一直在来恶心大家 让大家补刀没那么舒服 然后补刀方面 SCC1-1 然后Od现在是2-2 最终双方差不多 Od跟小娜家对线 只能说是一个护肥 Od很难限制住小娜家 但是小娜家同时也比较难限制住Od 然后SCC现在 由于他是国服天地分 非常高的一名选手 小小小小龙是龙神吗 应该不是吧 这边接着补刀 呃,娜家的英雄看起来 就稍微有点显得无聊 但是这英雄确实是 路人胜率奇高 这英雄如果你能玩成绝活 上分特别好上 这英雄特别 就是恶心人能力特别强 打这种低端 尤其是低端一点天贴 娜家经常能把对面带死的 很强力的英雄 但是李子一直不太推荐大家玩 对于因为这个英雄 说实话游戏体验并不是特别好 咱们也不能做分奴 一定要玩点好玩的英雄是吧 SED这边加点是两级的幻象 然后一级的D 前级没有太早加网 还是如第一次所料 因为网前级点太早 确实没什么大大必要 这边一键还是没能射中欧敌 娜家利用幻象的掩护 但是依然没能中欧敌 天人王这个阵容是一个 娜家大屁股 露娜 然后露娜打大哥 泡沫跟泡沫打右走 然后莱恩宝露娜 以及大屁股猎丹 总的来说配合小娜家 是一个还不错的阵容 而对面阵容也还行 天动物跟虚空也是一个combo 欧敌就是水人也能 独播也能复制水人幻象 总的来说双方阵容都不错 因为打到这种等级的天梯 双方分都很高的 所以说水平都很高的 阵容也不会太瞎 底下是离子一个零食屋 离子吃货的tobot.com 欢迎大家能够来看看 在手机里面 直接进手机淘宝 搜索离子零食店 是一个两宫店 可以进入是离子零食店 也是好吃多多 优惠多多 也是欢迎大家能够来看看 最近主推是一个牛肉干 牛肉干一直在大减价 然后非常非常便宜 大家有心情都给你来试一下 小娜家这边还是以补刀为主 然后前期补刀非常非常的稳 OD开始疯狂点射小娜家 但是并没有什么太乱用 小娜家前期护甲真是比较高 那这样SCC 小娜家这种英雄 推荐大家前期补一个 不补天鹰也得补一个圣殿 圣殿就足够 圣殿加上密法鞋 就足够他的回蓝了 然后中期补上打野爪 一定要补打野爪 因为打野爪能让小娜家中期 小娜家中期是有可能会打野的 因为线上最破了队眼期 有可能比较比较危险 容易被抓 所以说他补一个打野爪 可以增快自己打野效率 的确是非常好用的一个道具 这边大家送来了瓶子 以及有瓶子 有补个圣殿就行 天鹰性价比并不是特别高 因为大家讲道理 不是靠本体来输出的 所以说做天鹰用处 并不是特别大 直接就是圣殿就行 增加一个回蓝 而且增强一点推线能力 圣殿可以增强不少推线能力 小娜家因为常见带线的英雄 这边貌似他还是打算补天鹰 但是小娜家现在一般 技术装都不太会裸灰药了 因为中单对线 你要裸灰药的话 压力其实还是挺大的 一般都是补一些技术属性装 比如说密法鞋 打野爪 圣殿或者天鹰之类的道具 然后得补一点 这边你看他补到打野爪 有打野爪以后 那家发布效率是非常非常高的 一般顺点那家数分钟 就能做出技术装加回药 如果不顺的话 最晚也不能晚于20分钟了 晚于20分钟对于那家的发育 影响蛮大的 他的起飞就要影响挺大的 这边那家接着去打野 然后卢娜照一下 能杀天洞吗 养一下 天洞应该已经是个死人了 但莱恩在这里 应该也会被水人击杀 水人可以开砖血 这边看看上路到底会怎么样 水人感觉应该是比较难跑 砖血也很难走了 吃一棵树往上面绕 哇这个水人如果跑了 更能力很不错 卢娜没蓝了 还真让他跑了 我的天可以可以可以 这水人有点强了 水人有点屌 撑到队友来支援 没准还能反杀一个呢 我刚才看泡沫血量 泡沫有跳 应该问题不大 大屁股钢三打虚空压力 真的是没有太大压力 大屁股这版本攻击力真是高 所以说打虚空压力真的不大 呃 911哥也是做到31期了 也是很很长 那个里程碑了 然后李子的那个 最近也是在写刀的历史 然后也是欢迎大家都可以来看看 如果你有什么问题 因为公众号确实现在还没开评论 如果你有什么问题 也可以加一下李子的微信号 来跟李子就聊一下 然后李子都是比较爱回复水友的留言的 但是可能回复的有时候不太及时吧 这边那家中单可以说是比较轻松的压制住了 压制住了欧迪 OD拿那家也确实没什么办法 补刀斧加上各种换 就是补刀斧加上各种幻象 OD想补过他确实比较难 最近TI也是结束以后 大比赛比较少 然后主要是南洋梅跟MDL 然后大家有信息都可以来看 比赛最近李子的时间也确实比较少 然后直播也没那么频繁 这边水源前期好肥啊 水源发育真的蛮不错的 说老实话点一下 露娜还是被毒狗的毒boss 我毒狗是费斯鞭 我才注意到 毒狗是费斯鞭 阿鞭 这个ID是费斯鞭 诶 WINCE最近这几个人都跟中毒了 蛮打起游戏来 胜率奇迹无比 一个天爱冠军用完他们的人品 费斯鞭在路人里面 打的胜率真的是奇迹无比 而且Shadow最近输的也蛮多的 二斌就更不用说了 前一阵十连半 那阵二斌十七场比赛就赢了一场 呃看来一个天爱冠军用完了所有人品 但是讲道理这个真的不是问题 那如果让选手一个天爱冠军换路人输一年 我估计他不多乐意 关一手 那家前期发育非常非常好 有吃素 然后可以口瓶子可以去 买一双密法鞋之类的东西 但是钱不是特别够 应该是选择打一组野 然后直接买密法鞋 前击比分三比四 那家的英雄出装方面 相信加点方面就是 前击点大招没什么太大用 就是八截把幻象跟 幻象跟的什么都点满 这是D全都点满 这也是一个那家非常常规的一个加点 幻象跟D全点满 然后九级的时候补一级网 实施一级连点两级大招 一般离子都喜欢这么加 性价比效果也是确实是最好的 这边那家在 那家的分身是能继承那家的 自己的D的效果的 就是这个激流 所以说他是一个带线 清兵有灰药以后 基本上一个幻象 一按一下主身用下D 然后加灰药可以轻松收一波兵 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 带线刷钱也有些技巧 那家的英雄讲道理 玩起来 其实蛮蛮繁琐的 经常会需要一些 shave的拉幻象的一些操作 但是 确实恶心 你这点反思 如果你能做出这些比较繁琐的操作 来说对面能恶心到兔 OD也是关一下 利用关加捕刀 最近这版本OD 确实慢慢变得比过去热了很多 魔龙枪以及大推推的 就是魔龙枪能合成大推推 让OD一下变得强大了很多 大家也是慢慢开发出来这个打法 感觉OD现在已经在比赛中 已经开始有了一扮一选的趋势 这边Luna开大准备反打 但是我刚才感觉打得过吗 如果我这边关一手 但是水人也同时杀掉Luna 再秒一个莱恩 我那水人前期有点肥的 水人人都很多的 用环象再次清掉这波兵 那家这时候出了很多技术装 打野爪瓶子 加上密法鞋 以及天鹰 就是圣殿加穷鬼盾 我出了很多技术装 他也是要把自己的水人 撑到撑尸多 也是正确的打法 现在那家基本都这么打 大哥那家可以裸回药 但是中单那家 推荐大家不要这么打 中单那家裸回药太弱了 最近国内各大战队 有人说让李子评价一下实力 李子之前在那个写过 然后李子认为现在目前实力比较强的 还是WINCE 虽然WINCE一直没有出来 但是天鹰冠军一般都能保持半年强势 虽然天鹰冠军到最后一般都会有毒 成绩也没有过去那么辉煌 但是一般都能保持半年的优势 然后目前来看老年按摩的配合 Mayby没有回来 所以说Mayby这里归来有 更感觉老年应该也算一支强队 牛逼一般 所以我认为现在一线队伍有老年 将来Mayby回来的老年 以及VG 还有一轰 摸好的一轰应该也不错 还有就是WINCE 然后剩下二线队伍 像VGG啊 IG啊 那个就是VG啊 IG啊 最近小八队伍表现不错 但是我认为上线还是太低 不太喜欢这种老将抱团队伍 这边要来杀莱恩 莱恩这边应该是已经是个死人了 虚空应该马上还能跳一下 直接跳来一下A死 那家前击虽然OB两路 但是说老实话 并没有什么 大屁股里边支援过来 但是我猫子感觉能杀个毒狗 虚空应该都杀不了了 那家经济1600块 飞速的发木 然后有大野软以及密码鞋 回家基本不成问题 还有瓶子 他的续航没有任何问题 做到了现眼双收 补刀方面那家应该是最多的 84刀 11分钟84刀 作为一个中单来说是相当多的一个数据了 递一下 然后直接那边也能递到野怪 SAC作为国内现在牛逼的扛棋的人物 然后将来也是牛逼着重培养的大幕接班人 表现都还不错 总的来说 牛逼虽然输了很多比赛 但是跟他关系确实不大 从一些细节来看 对线能力啊 还有一些细节处理啊 都是还可以 就是细节挺好的 挺细致的一个选手 目前挺看好的 哎呦大屁股这都让他走了 大屁股这 哎呀这恢复没了 好头头 他也是点了一下 然后有恢复 大家你看他就一直在打野 基本就不露线了 中路有人来抓 所以大家一定要要小心 呃十几到十一级 十一级可以点二级大 一个地 然后独狗关键时候 可以关他救一手 但是独狗自己在 就是蓝自己在这里有点危险 什么独狗 就是蓝 这边再来 网助独狗 打独狗 一个地 再一下 这边蓝死掉 但是独狗应该是 想人家直接开睡 没法协用一下 然后马上有个地 直接地死 他直接A死了 没没没用地 抢这人头 虚空跳一下肯定死不了 哎这边OD 还中箭了 关自己 关自己 这不就有点骗自己吗 一个地 直接拿掉 现在大屁股没前一阵 那么火热了 但是 其实我李子 现在认为大屁股 已经回归了原始的打法 大屁股就应该这么打的 没有像过去那种 刷毒瘤的 大屁股现在基本上 打法就是出团队装 跟李子猜想不错 这英雄刷钱快 而且 有很多的 刷钱效率比较高 猎术也很好混 本身比较肉 而且活跃也能推线 能干扰兵线 所以说是 还是挺强的一英雄 个人期待将来 他CW的表现 一般职业战队能 没准一些 有创新的战略队 比如说Wins 能玩出大屁股的一些流派 我觉得还是 挺让我期待的 这边小男嘉 3300块 也是刷的效率 非常非常高 6800块的经济 这边还剩600块钱 剩着U 他也是一直在操作幻象 他这 其实ICC 现在一般 那家就是幻象两路打钱 在一个地 然后成功成功一兵 然后这边也是 马上就要3800了 3700够了 但是对面地图上都没人了 要小心 容易被抓 在打下野 然后李子最近也是一直一直就是给大家在写这个历史 写历史 现在写的历史已经写的时间比较长了 也是写了二十多期了 大概在写 我打算写到37就不写了 因为后面历史一些百度都给百度出来了 现在写到12年 然后很多朋友都是 都是已经在就是在看 其实刀打突然一想李子玩刀打居然有十年了 还是蛮感慨的 当初大学的好哥们也是一直就是一直在陪着李子不离不弃 然后也是这边大家感觉要死 4.5买东西吧 买了卷轴没掉钱还可以 还是掉了一点钱的 掉了掉了几万块钱 大皮肚在杀水人 那不太好杀了 三个人抓那家 那家SCC直接指挥上路 然后选择退塔 因为要守塔不太好守 那家刚才被一套combo直接无缝打死 连大招都没开出来 加速服也没用出来 直接就被秒杀 凶红大招配天动法师的大招爆发力还是非常非常高的 李子这个专题写完了以后 打算给大家来公布写一个背景故事 然后很多朋友都想看 说李子我想看背景故事 然后至于很多朋友说 李子你能不能写个小说 这个我真做不了 妈的咱又不是作家 写这东西凭借记忆 回忆录还是说老实话蛮好写的 一般李子记忆还是挺好 能记忆好多事情 所以说大概的事情 写的都没有太大问题 如果有问题 也可以加微信跟李子聊一下 直接看一看 就能回忆起当初的一些事情 所以说记忆还不错的 水源发育也比较好 那家这时候还差400块钱 灰药16分钟 刚才他要不死那一次 直接就灰了 直接就灰药了 很厉害的 有了灰药以后 一般就把迷远鞋拆了转飞鞋 然后补一个玲珑心 然后补分身 这个套路后面补上 散尸 因为散尸 分身能继承散尸的效果的 那家的英雄很多朋友都说 有点太过于强了 打一些就是如果让一个大手子玩 就是水平比较高的玩家玩那家 讲道理是很难输的 这个英雄太打打起来 为什么在路人局里特别无敌 路人局里执行跟团战能力 都就是执行能力 跟就是什么时候该守 什么时候该打 什么时候该带 几个人都有不同的思想 所以说打起那家来说 压力是很大的 而打那家连职业人 有时候都处理 不太好手忙脚乱 别说路人玩家了 所以说这英雄嘛 说强还真的蛮强的 但是也有弱点 惧怕一些比较强力的速推啊 比较搬命的这种 就属于 这样还有对面多核 打的单核也比较虚的 打到后面 那家这英雄能刷光 队友所有的钱 有火药以后 更是能刷好几路 两路前加一路野 有火药有 都不是难事 带他这边过来 伦娜死掉 关一手 但是没用 那家跑的还比较快了 插起来 直接也死 天同法直接死 一换二 死了个伦娜 留下两个酱油 总体来说 并不是特别的赚 毕竟露娜经济还可以的 感觉不是特别赚的 离子不是写手 也不是作家 有时候排版之类的 确实写的不太好 也是让大家能够理解 那排版有时候懒得 确实懒得弄 毕竟不是美工 大家只要能看懂就行了 离子要求不高 能看懂就OK 好吧 这边有回药理由 他刷飞鞋的速度 非常非常快 打到这种情况 大家基本五分钟 一个大件了 很快的装名一碾家 代线还不好抓 你想抓的 他有大招 非常的恶心 这个英雄 但是大家这个英雄 说白了就是 一削弱太弱了 一增强又太强 所以兵娜一直 没对这个英雄动手 不太好改 你说要把分身砍的太弱吧 削弱他代线能力 是 但是同时也削弱 他团战的能力 分身 因为大家是靠分身打输出的 所以说这种东西 不太好改 有可能轻微的一削弱 就废了 要是 轻微一增强 又太过于阴霸了 虽然分身系的英雄 都是这样 不太好做 讲道理 分身系的英雄都是这样 加一点太强了 缺一点又太弱了 并不是特别好平衡 像TP啊 小大家啊 这种都是 都是 冰蛙的老大男问题了 TP调了多少回 从各种各样 技能重做 到属性重做 到出门 削弱削弱 就是原来太强了 削弱削弱削弱 连看几个版本 发现没人用了 稍微一增强 又发现 这英雄又牛逼了 所以说比较难动 这英雄 说老实话 这边男嘉利用自己的 狐妖来带线 带的也是非常非常快 直接飞鞋了 男嘉有飞鞋 自身营用速 跑的也快 所以说是 性价比非常高 对于男嘉 二人大家这种常见带球 应用 打水 撸水 应该是撸得过的 这边 这几双鞋 倒腾不明白了 哎呦 合成密法了 你就不会用锁定吗 右键可以锁定的 大家 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 右键是可以锁定的 就是锁定装备合成的 比如说你把球锁定了 然后你直接带鞋 就是穿鞋子 然后是身上 也是一个球 一个鞋 不会合成的 这种我觉得威射设计 是比较贴心的 旁光毁灭者 相信很多小大家 也都是一些解说大敌 这边貌似 你看他 胡耀的 烫伤爱 非常非常高 你看就拿一个一个 幻象去耗 直接把对面 全耗光了 大家记住 打团战 尤其是 尤其是你到 后期神装的时候 大家打团 尽量主神不要上去 除非是你保证 必收割的局了 就是你们已经追着 对面打了 那可以主神上 一般情况下都是 先拍分身 然后主神在后面看着 用地啊 然后大招啊 试试控场 不要把幻象 拉到一起 然后也有一拳轻 一个一个拉 有灰药 就是有玲珑心 加上 有玲珑心 甚至龙心的小男家 幻象是非常非常肉的 直接拉一个 点到对面 降游脑袋上 然后在后面用地 然后可以关键时候 开大救队友什么 都是性价比 非常非常高的 很好用的 那家的英雄 后面打团 很无脑的 也不容易死 KDA会比较高 而且那家的英雄 还是出了名难抓 尤其后面 他只要带上分身符 就是有分身符以后 哪怕你陈墨系 他分身也可以开大 所以说特别难抓 你很难 而且这英雄 一般都肥 精力一般都领先的 这两个酱油 其实那家应该是 有想法了 这边熊过来 关一手 但是 对我能够救一下 那家也估计是要死了 诶 虚空没放大吗 那家应该是挂了 OD一个大 秒掉虚空 虚空自主中 没大吗 哦 他没大 扬一下 这边再追 OD 一个大招 但是我怎么感觉 OD有可能要跑 水也来了 一个拨 拨我来 OD死 但是泡沫也挂 再打大屁股 哎呦 这感觉大屁股要黑吗 打波一下 哎呦 还是死了 被毒 我直接弹 就是毒肉死了 被毒 我直接毒死了 这包天原汪小亏 然后不过 其实天原汪 这时候能好奇的 后期有那家的 后期有那家 加大屁股 这个机动性 还再加上Luna 一堆拆线 带线都把你带死了 压力比较大的 其实眼方这时候 虽然有一个 无解肥的水人 水人应该是 骂快林肯虚零了 很肥的 好的 直接做林肯 然后应该 差1000块钱 虚零就能出来 有林肯加虚零 水人秒能力 还是有的 起码杀个莱恩 这样的老虎 我都是手到擒来的 李子那天 看了一个什么 排行榜 说是一个 在家没手上看电视 说是十大烧脑电影 李子妈吓了几个 妈一个都没看懂 妈的智商太低了 我都怀疑 我现在智商 是不是太低了 哎呀 感觉为自己的智商 而感到千费 而感到担忧啊 小小年纪 就老年迟带了 看不懂东西 没感谢 其实李子 相对来说 李子这个人比较俗 爱看一些 比较快餐的一些东西 不太爱看那种 需要大量思考的东西 你像当年 我们在电影院 看那个寒战2的时候 我就觉得 那个东西 不太敢 就是完全讲一场 政治斗争 李子不是特别喜欢 看这种政治斗争的电影 而且李子 现在还看青春片 让你感谢 什么吴亦凡呀 陆寒呀 这种拍子 李子天天看 但是我也很无奈呀 媳妇想看 没办法 这边直接找大 给技能 天诺 一套的 那家感觉没啃一口 不见得会死 哎 没死 那家给 那家29秒 自己幻象 直接 走不了了 直接输入全打 那家身上 那家所以直接TB 对面也是 拿他没有任何办法 这边男家接着带 呃 也是离零容心越来越近了 他应该是想先做零容心吧 想救一发 莱恩 插起来 但是莱恩尽量不要挑逗水人了 这边接着 接着刷钱 有那家局 大家相对来说 看的就确实是会有点无聊 因为大家这英雄80%的时间 都是在自己玩弹机 属于跟大打架一样的英雄 就是自己打自己的 赢了你最屌 输了你背锅 就这么简单的英雄 你选这种英雄 就要有一位九的觉悟 因为这种英雄太 太知自愿了 所以说我不希望大家打到他 打得那么累 所以一直就没错 小打架识别 但是最近很多人 球很莫名 我不知道为什么 最近大家都想玩小打架了 小打架这版本 其实不上个版本 那么热了 而小打架 讲道理是个大赛英雄 越到大赛也有人用 因为这英雄稳 确实容错率非常非常高 一个神装 大家带着一帮穷逼酱油 然后都有可能打赢 对面三合的阵容 当然你不能拖到太后期 因为大家这英雄 装备起太快 打到中期 他有多少时间 是装备不法吃一公新的 所以说千万也不要盲目拖后 就是如果一般 虽然也说 李子你这话 不是自相矛盾吗 你说小打架后期不怕谁 这我承认 但是对面如果是 比如全核阵容 核心比较多 而且处理清兵代谢能力 都比较强 比如有TK啊 这种英雄在的时候 大家盲目拖后期 就容易出事了 这边准备来杀一波 水人 输出够够够 这边一个 一个王 大屁股再追我来 再杀水人 水人直接化走 我这还要追啊 水人再拨一下 毒我再关一下 我天 这感觉出事了呀 兄弟 徐林导一下 大家死了 水人还没死 哎呦 这波被水人卵修飞 修的妈都不认识 大屁股也得死 哎呦 这波水人关键 就是水人关键啊 供引漂亮 虽然这波水人 没打得猜头输 但是帮助对面 杀了两大哥 这边接着拿换药来 就是来耗一波 等复活 他现在任务就是带线 把线带过去 不让对面来比塔就行 上一期可能有人说 李子怎么狂虐的单身狗 其实真的不是那个意思 真的不是那个意思 李子真的不希望 所有打刀的人太宅 而且有时候刀的容易 让你忽略身边的人的 其实李子已过来 人经验告诉你 身边的人真的蛮重要的 能陪伴你的 其实就是你的家人 而不是刀的这个游戏 十年以后 可能刀游戏不火了 你们根本就不会记得 有一个解说 叫紫色水李子 但是你永远记得 你的亲人是谁 就这么简单的道理 所以说 还是不是说 不是炫耀什么 就是说 好多人说 有人底下留言 李子炫耀自己有老婆 这个妈的有老婆 这有啥好炫耀 我都快三十人了 娶个媳妇不正常吗 真是有点无奈了 这边独狗在那 引一波 大家已经绕过来 点一下 这边胸要大 大家要 老虎直接想要跳走 这波沉默 沉默慢了 没有秒沉默 来一刹三 很关键 一个地 这边打输出 哎呦 卢娜一个大招 直接一波三杀 哎呦 给力 大家直接零龙心 就是那个周恩石到手 已经零龙心了 我刷的还蛮快的 我以为它就是 就一个周恩石 闹门已经有零龙心了 分身 做完零龙心 肯定是要 后面后续接分身的 分身能让大家带线更快 并且团战输出更高 你看大家有回 基本一个幻象就能一波兵 呃 操作还可以 SAC SAC一直以操作文明 就是操作细腻而铸成 虽然不见得有多华丽 但是很扎实让人一看就觉得 包围快进一下 有人暂停了 好等一下 等下什么 包围咱们快进一点 好已经好了 已经好了 想象到达16阶 然后KDA虽然不好看 但是那家这种英雄就这样 KDA不好看 刀后期也能额音 想杀水人 内部爆发 感觉输入不一定够 直接拨一下转走 那家这边为了自己的胜利 还是在慢慢的努力着 其实这英雄真的无聊 SAC虽然玩那家胜率特别高 但是他真的不是特别 我看他比赛记录里面 并没有几场那家 这英雄 解说起来就确实是压力很大 因为太无聊 这英雄 所以我并不是很很喜欢这英雄 可能之前这样比赛 说了有点多了 李子不喜欢这英雄 确实是 这边开出了BKB 不太要秒了 插击水人 直接关 直接睡 然后留到天诺 找到后白 先把后白天诺先杀了 破解林肯 天诺要往这边 早想的有点多 直接被露娜A死 21比18 现在天文方慢慢有了优势 而且又有一个无解肥的那家 他们这两比赛是比较好打的 而夜暗方相对来说 只有水温肥 最近天地大赛局也变得比较少了 过两天想给大家做两场CW的 就是视频 CW最近也出了挺多好看的视频的 那天按摩打了一场虚空 打得特别好 SCC跟按摩是完全差不多的人 都是属于那种 进攻很扎实 对线能力很好 而且基本没什么太大缺点 挑不出什么太大毛命选手 但是这种毛命 我希望他能成长为下一个 豪啊 周啊 这样能替拿世界冠军的 而不希望他成长为塞拉 这样稳中 有点显得过于稳健 绝者还行 绝者其实是我比较喜欢的一个选手 因为他打得特别拼 他跟一般 一般的carry跟中单不太一样 打得特别拼 绝者 就是没把握的事 他也要试试 这种性格 这种性格有可能在比赛中会坑了他 但是也有可能会让他达到巅峰 这种谁都不好说的 你看幻想往都狗脑袋上也一吃 都狗表示压力非常 就是 往右边 右键往鼠标头上一点 直接让都狗难受的要死 看都狗这个 都要开飞光了 没办法 再不开飞光 一个地 A两下烧死了 开始涨潮 然后 那家跟小鱼人其实是有一段的 那家作为什么海族的最漂亮的公主 后来好像是受到什么诅咒了 反正那家小那家的背景故事 我没记住 但我就记得好像跟小鱼人有一段 安可之认嘛 然后 小鱼人好像喜欢听他唱歌 这个背景故事 李子后来写 李子打算写几个专题 一个是历史 还有一个是背景故事 还有一个就是 就是那个什么 也到时候就打算写一下 就是写一下李子是怎么走上 解说这条路的 而且我这些年解说 也是有些人想感谢 李子也打算写个长文 然后分连载 然后慢慢往那载 让大家公众号 时刻都有看的东西 是吧 毕竟你们关注我公众号 我也得让你们有东西看 要不 没有什么有质量推送 看就没什么大意思 这 这场比赛 李子说题外话 说的有点多 因为 主要是 比赛确实有小男家 一方太过于无聊 水人这边还是走了 这样比他水人蛮飞的 但水人主要也处理不了大家 幻象 代线 职业玩家怎么打小 大家都是一个老大男问题 别说 哎 这边直接体验开睡 很灵性 直接 哎呦 有事业的 这波 SZZ打 漂亮 直接直接开睡 就等你过来送 就全死了 这边买出了分身 服卷轴 已经做出了分身 他们大家的装备就是 刷第一件 可能灰奥需要15分钟 刷个刷第二件 玲珑星可能需要10分钟 但是刷第三件 分身5分钟搞定 然后后面基本上就是 5分钟一大件 5分钟一大件 刷的飞起 一会就能六神 碾压过去 然后那就是想大家 相当强势的时期 而且想大家的英雄 打不过可以带线 无穷无尽的幻象 分身分三个 然后分身服再两个 这就是 五个幻象 然后分什么野区 线野都能收 精精细慢慢就能 拉开对面大哥 水人其实刷钱 已经不算慢的C了 但是在大家面前 确实办法不多 大家直接想要背宝石了 可以排眼 幻象也能竞争宝石效果 所以说排眼效果 性价比是非常非常高的 对面你看 已经有点下不了高地了 一直被持续带 压力很大 虚空是出的狂战吗 我怎么看他打 有分裂效果 真是狂战 林肯狂战 狂战虚空 现在见的比较少了 知道最早 比较早的时期 狂战虚空基本上是一个 打大哥的标配 像这版本 大家都觉得林肯厉害 这边接着不到 哎 彭光荣耀真是难啊 太难了 所以说这个有时候要当年自己吹雪的B 含着泪也要也要做完 这就是离子这件事情 告诉大家以后真的是不要什么事都说的太早 有些英雄 有些英雄确实比较难找 而且有英雄找着了也不好处 像大家就是这样 观赏性太低 并不是特别好看 这样的比赛 离子基本上大家都在听离子扯淡了 观赏性确实太低 这边你看大家这边在打后面 直接A死 A死天洞法师 天洞我没什么控制 对面支援也不会过来 已经看到对面漏人了 远古也在 所以说他们肯定不会过来的 杀一个天洞法师非常没要赚 这边小男嘉带出了宝石 也是开始风光拍眼 各种拍眼 有视野一做空 他有幻象以后 带眼是非常方便 所以小男嘉打这样 是一个比较合理的 选择 首先他有无视BKB的控制 网 再加上他幻象能起到一个 良好的侦察作用 这波高地应该是有希望的拆下来了 幻象太多了 男嘉分身赌我分身 直接虽然Od打幻象是把好手 但是也经不住这么拆 卢娜测试到这座防御塔 虚空直接跳出来干 这边多也得死 哎呦 卢娜直接平A过去 基本上优势就比较大了 而且这路高地应该也能比较轻松拆掉 死双酱油 你们大哥想抵抗还是很难的 这边水人虽然秒掉了泡沫 但是没什么卵用 被男嘉直接带死了 男嘉这段时间装备太领先了 水人真的是拿的办法不多的 领先的一个大件 独播 虽然选择买活 但是依然是现在酱油 已经有点扛不住男嘉伤害了 看地下 我天 这个 不知道 刺二把炸死了 深海原住民 小那家 他叫那家海妖 那家好 跟剑胜还有一段 哎呀 这女生 怎么跟这么多刀的英雄都有一段 他跟剑胜 好像有一段配音是 剑胜说 你负责网人 我负责砍人 我记得好像是有这段 有出发语音 好多英雄都出发语音的 比如说像那个帕吉 就是屠夫面对 发木机面对屠夫说 屠夫 你是割 你是切肉 切生肉 我是砍树 咱俩咱俩 咱俩其实还差不多嘛 这句话 记得发木机也有 这边飞过来 擦街羊 但是还是不太好杀 带上伞尸 我天 这输入够了 带上伞尸 就有伞尸输入 肯定够了 抓到水 直接显得扑高 这边 大家第二 就是最后一大件 因为她感觉 露娜装备不错 也没有太必要 不舒服 所以说 最后一样是选择 基本前面 飞鞋 分身 散尸 玲珑星 灰药 这种基本都没什么挑的 然后基本都是标准出装 最后一样 如果您队友少输出 可以进入吧 但是并不是特别推荐 因为大家是靠自身属性 龙星或者 龙星或者蝴蝶 都是可以的 这边 露娜这个残射 弹得好过瘾 但是 虚空 哎呦 大梅肯一下 秒SCC 还是秒掉了 但是已经了路了 讲道理 现在优势已经比较大了 OD虽然拿出BKB 但是没什么用 大家直接想到 没有买活 最终 也是走路 就是撤退了 这边拿的 也没有什么太好办 大屁股这个游 很多人问我怎么打断 离子至今没有一次成功 打动过大屁股 晕也不行 吹风也不行 沉默也不行 反正我感觉 是不是打不断 这个英雄 我也不 我真不知道 什么能打断他 很多朋友问我 我还真不知道 因为我真没打断过 这英雄 从来没有打断过 34分钟500刀 哎呦 刷钱能力 真的是有点夸张 夸张到吓人 比赛 比赛进到40分钟 经济粉丝肯定天安威王 领先比较多 领先15000 经济 然后那家的经济 也是非常非常好 有想学想 大家都可以来看看 这场比赛 这场比赛 我已经做好 收视率会比较低的准备 因为一看标题 那家大家都不愿进 现在那家已经是 恶名招住了 弄到开启BQB 打开炸弹 吸血 但是好像吸不动 水能秒他吗 应该还是秒了 再插一下 然后 那家接着追 又换向来 接着打渡狗 你看这边 渡狗多难受吧 清不掉 真的是清不掉 你往这跑 应该是要死了 幸好幸好 两大哥来了 这要不是两大哥来 渡狗要死的 哎呀 还是死了一个地 好烦 BKB 但是两个 两个无视BKB的控制 这边凶大招的还不错 但是那家睡直接解大 准备秒黑鸟了 直接啊 哎呦 我天 水能还挺秀 但是感觉还是难逃一死 最终我打赢这波团 然后杀了大屁股 就可以撤了 再也碰到 再也碰到 让他重生荆棘之超王位 这边那家现在2600块钱 下单家做东西 哎 这个通常一个野生虚光 闪失一下 但是幻象直接A死了 跑不了 跑都跑不了 直接追着 烫死了 哎 现在天员帮就是 两路兵线加上小单家 讲道理 这样基本上也不太可能会输了 因为有小单家的一方 又有两路兵线 这太难 太大翻了 想想都觉得不可能 得得有队友有多蠢 才能让你完成这些条件 虽然说 李子老爱说句话 每个伟大翻盘 后面都有一帮演员 但是这一波讲道理 确实太难了 六神的小单家 三万经济 这就是这英雄为啥厉害 越刷越快 越刷越快 这一段时间 就是小单家强制期 你想想小单家不现实 秒掉 3800的血 玲珑心加龙心 这你怎么秒 这边你看幻象 追着度过打 度过毫无办法 这就为什么 打到后面的革新 所以我玩小单家 对面这个小单家 我一般选的英雄都是蓝 蓝给秒破幻象的 一个D加上一个C蓝 都给秒破幻象 而且蓝的续航比较好 也不太愁门蓝 所以说蓝其实是一个 打小男家挺不错的英雄 而且跳 跳刀的控制也是很厉害 这波天王决定不给 夜眼方机会了 领先经济领先了15000 然后准备打一波了 因为大家装备 现在吃着跟不动 所以说需要打一波 也属正常 这边大家在后面开始利用幻象 开始磨塔 这边现在大家已经不用上高地了 等看露娜拆 露娜幻象跟乐器 就是跟小单家幻象 就可以轻松摸到这个塔 而且是两路 兵线可以随便带的 所以说讲道理 这场比赛 天文旁边已经不太可能会输了 也是作为一个三人一起 水人这波浪了 网珠给技能 又没粉吗 我双方 天都把事也是难逃一死 最终这波还是差下来了 非常轻松的一场比赛 最终SCC凭借自己出色表现 证明自己 一就是小单家一哥 直接开睡 这边那家海妖已经完全不拒了 水人也打不过他了 那这样 这样子在基本上要走到末尾了 最终SCC小单家还是值得一看 轻松拿下了一眼方 不错 让我们下机见吧 然后我是紫色水子 今天这个三人一起选给大家 因为我最早答应大家要完成全英雄 我知道那家的比赛确实不太够欣赏 大部分人不太能够欣赏 但是咱该做也得做 是吧 有万一有人喜欢玩那家 是吧 好了比赛就坐这里 谢谢大家 我是紫色水子 我们下期见